台中民俗文物馆的日前举行好日杯全国围棋比赛 那么才刚开始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冷气一四四 没有冷眉跳电的情形 300人挤在了237坪的展览空间 闷得不得了 那么学生和家长都是汗如雨下 赛事也因此延后了两个小时 引发了民众是抱怨连连 选手专注的进行比赛 日前在民俗文物馆举行的台中市好日杯全国围棋竞赛 才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生冷气机一四没有冷眉跳电的情形 300人挤在B2 237坪的展览空间 空气不流通 闷得受不了 引发民怨 在8月25号星期日的时候呢 我有受邀来出席一场好日杯围棋比赛 但是来到现场的时候却发现整个环境非常的闷热 那因为非常多的家长都在抱怨带着小朋友来比围棋比赛 然后结果场地竟然是这么的炎热 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可能也觉得呼吸不顺畅 顶着30几度的高温 家长陪着小孩在户外等候 猛山扇子依旧满头大汗 虽然主办单位当下协调更换场地进行比赛 但大家都在楼梯间公园一旁等待 现场是热到不行 汗如雨下 赛事也因此延后两小时 最后选手们分批到有空调的B1 比赛才顺利进行 市政府委外经营的场馆 那不是说委外之后就没有市政府的事情 那这些场馆呢 在出界场地供民众使用 那其实对于现场的设备盛失 尤其是空调都必须要有所注意 那如果现场的空调并没有办法附和 这场为期比赛所举办的人数 那应该就要能够提醒主办单位 开放另外一间B1的空间 调度了相关的水冷设备 关于这个民主温温馆的场租的部分 我们会在跟厂商这边沟通 有关于场租的规定 还有租界的容留人数 做一个比较好的规范 经过一番的折腾 本该是尽情发挥实力推广围棋的比赛 却惹得参赛选手一肚子火 众人抱怨连点